今天是乐坛天王刘德华的60岁生日 不少网友感慨 那个永远不会老的男人 终于也迎来了花甲之年 疫情之前 刘德华每年都会在生日的时候 与一众歌迷见面 举行盛大的生日会 这两年来 华仔考虑到歌迷的安全问题 改在线上举办聚会 他会与乐手一同演出 演唱经典歌曲 对着镜头说出心底话 他所属的经纪人公司表示 生日当天 华仔会在工作中度过 与平时一样会是平凡的一天 感谢所有工作人员和歌迷的祝福 视频开场 刘德华穿着黑色打底衣 搭配额黄色麻烈外套 牛仔裤跟皮鞋现身 他拿着麦克风坐在高脚椅上 打扮显得年轻休闲 场景就像参加朋友聚会 气氛十分轻松 60岁的刘德华 依旧帅气 可能要唱歌的关系 他声音有点嘶哑 说话时显得比较低沉 他先跟歌迷简单打了招呼 然后就在伴奏下演唱经典歌曲《忘情水》 并呼吁大家在看视频的时候 跟他一起唱 华仔为了照顾各地歌迷 同时用普通话以及粤语分享心情 华仔一边说 一边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每句话之间起码停顿三四秒 仿佛在思考 仿佛在回味 似乎自己都接受不了 他已经60岁 华仔感慨 自己平时忙于拍戏 只有在生日的时候 才有机会跟歌迷见面互动 所以他希望将这个传统坚持下去 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线上聚会 说着说着 华仔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大概自己也觉得 这样的聚会 欠缺了诚意 但无奈为了工作 只能委屈歌迷了 刘德华接着演唱第二首歌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 唱完 华仔眼睛有点湿润 他笑颜 每次唱这首歌 我都不管人唱是谁 我觉得是我自己的歌 每次为大家演唱的时候 我自己都特别感动 随后 华仔送上第三首歌曲 《奉陪到底》 唱完最后一首歌 华仔用一句再见 结束了这次的生日聚会 影片最后 播放刘德华最近的生活片段 包括背歌词 做笔记 遵守防疫规定 戴着口罩梳妆 洗头 以最佳状态见粉丝 点赞 订阅 并点亮小铃铛 就能每天和桃子 一起吃瓜看戏咯 唯一 都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